我有一天,我有點不開心 於是我找一個地方坐下,喝杯東西 我坐下了不久 然後有個女生走過來 她就跟我說 先生,你一個人 我說是 然後她又收起我對面的碗塊 一天,一個女生 她發了WhatsApp給我 她說 你今晚過來我 我家裡沒有人 我很開心 我真的去了她家裡 我一趟門口等了一個小時 原來她家裡就是沒有人 有一次 有一個記者 她的北極訪問100隻企鵝 她的首先問第一隻企鵝 你平時做甚麼 她是企鵝就回答她 吃東西,游泳,打球 然後她就問第二隻企鵝 你平時做甚麼 第二隻企鵝就回答她 我也是吃東西,游泳,打球 然後打球 如是者 她問了99隻企鵝 她們的答案都是一樣 都是吃東西,游泳,打球 當她問第100隻企鵝的時候 她的企鵝就回答她 好呀,都是吃東西和游泳 這個記者覺得很奇怪 她就問她 咦?他們每隻都打球 為什麼你不打球 她的企鵝就回答她 我買包包啦